张华县政府鼓励县内长辈培养正当休闲娱乐 办理张华县长青学院各项课程 17日上午在张华演艺厅及县府中庭办理 长青学院学员作品成果展开幕式 张华县长卓博元、社会处长陈志明等人与会 现场安排歌唱班与英语班学员表演 并由书法班及国画班学员现场辉豪及作画 不但展现学员们努力的成果 更让民众能够现场欣赏到学员们精湛的创作艺术 我们长青学院就是希望我们的长辈 透过我们长青学院的服务 能够一方面有很快乐很安详的老人生活 一方面能够乐在学习 我们现在是一个终身学习型的社会 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 那活到老学到老呢 我们透过学习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精彩 我们在学习的勇敢的 可以去到很多乐趣 活到老学到老每位长辈都发挥了终身学习的精神 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乐趣 彰化县政府也将针对老人持续给予关怀 县长也颁发服务年资十年以上的菜人和辅导员 感谢他们平常对学员们的照顾与关心 以表彰其对长青学院的付出与贡献 我们每一年都为这些长辈举办一场 这是他们的成果展 他们成果展真是琳琅满目 包括书法 还有学习的各种笔记 还有各种的才艺表演 包括歌唱 包括英文揽诵等等 他们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提供一个 我们长辈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平台 我是退休以后再到彰化县政府来学习 这个书法和这个画图 这个图是老师教我们画 他画给我们看 我们就跟着学习这样 彰化县长青学院 不仅提供长辈一个终身学习的机会和空间 满足长者求知的需求 更让长辈生活上有所寄托 培养个人的兴趣认识朋友 大家彼此有个伴 让生活更有趣 作品攒期 10月17日至10月19日 一共三天 欢迎大家前来欣赏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采访报导